凌妃即将离开 先把孩子生下来 再继续常温 皇上 皇上我们的皇上 凌妃 你要是心虚害怕 皇上的孩子生不下来 朕饶不了你 臣妾愿望啊 带凌妃出去 爹 慢点儿 你保重 快 你给精神好了 马上就到了 放心 王长 放开你了 皇上 团了呀 快去追一去 皇上 我这就去 主主 小心 主主 小心啊 主主 好 北家 北家 快 主 只要产下皇子 一切就会有转机的 主 快 快 北家回宫 快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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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那臣妾去盛行司 把于妃接出来了 对啊 于妃无端 受此冤屈 是该皇后亲自迎接 才可平息流言 是 主 主 坚持住啊 主 主 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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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主 燕凡在往日的情分上 您就让主 和魏夫人再多说两句吧 求你了 求你了 求你 好吧 不过你们可得快着点 否则我们的脑袋有点丢 让他们道个别吧 怪可怜的 好的 放手 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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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对不住你 女儿没有保险你 你为了你自己 连亲娘都可以要心 早知道女儿靠不住的 女儿 脑袋是咱家唯一的难定 唯一的血脉 你给额娘记着 无论如何都会抱犬错了 护着它 就像护着你肚子里的这块肉 额娘 我答应你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但我得先帮着我自己啊 是李淑 是额娘淑 额娘 额娘 我算是看清楚了 有尽手段 不如专心对付一个 皇后 除去她的孩子算什么 她依旧是皇后 还不如一了百了般的 你一定要夺了她的皇后之位 让她生不如死 额主儿 可脱不得了 你也得留着奴司 她脑袋好为您消利呀 夫人 对不住 额娘 额娘 额娘能帮你做的 只有这些了 夫人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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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我娘的话 额丝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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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起轿 快 继续住啊 快 继续住 姐姐 走吧 姐姐 这些日子 你也不太好受吧 撒网捕鱼 总比任人鱼肉要好得多 我听叶新学舍 似乎是为了巫蛊之事 永寿宫巫蛊是真 但终究也不过是个影子 他们算计了这么多 来对付本宫和你 心思之深沉 想来也让人沉默 只是 枉死了姐姐的一个阿哥 才陪见了她额娘一条命 真的是太不上算了 方才还听令妃和她额娘说话的情形 总觉得 这事不是她额娘一人所为 令妃绝对不是无辜的 这令妃真是心狠 她真心舍得她额娘的命 这事必得再查下去 否则对不起永静 我 我 我 不算佛宗有天意 我求求你们了 都睁开眼睛救救我们领主吧 保 保佑她顺利生辰 求求你们 我先求求你们 青春公公 青春公 怎么样 坏事生不下来 这老夫人突然去世了 对猪打击太大 这一胎 怕是难了 投胎是难 往后就好 往后 谁还敢奢望什么往后 猪能生下皇子 到处自己就不错了 只要能生下皇子 就能东山再青 你快进去吧 我自当替皇上在这儿 守着等消息 好好照顾主啊 有主吗 令主你一定得顺利生产 不死平安的 小朋友 请服从朋友 皇阿玛下令 把卫阳室的尸身 送还本家处置 那那个左路呢 法派边疆束手 得那天皇恩浩荡 才能放回来 叶欣 卓儿 令妃生了没有 说是投胎 不太顺利 听这声儿还没生下来吧 令妃娘娘 奴婢来给您报喜了 令妃娘娘 令妃娘娘 叶欣姐姐 您怎么来了 令妃娘娘 叶欣姐姐 您不会能进去 错了 这产房血腥啊 我能进 你不能进 在这儿候着吧 不是 行 不是 您真不能进 令妃娘娘 换水换水 您就快一点 令妃娘娘 奴婢给您请安了 令妃娘娘 快拿来 奴婢是来给您禀报一声 卫夫人已死 左鹿发配边疆束手 真是可怜哪 一个好好的老夫人 死了都没人送终 一个人孤零零的 躺在府里 而且 左鹿能不能活下来 都不知道啊 你先来什么 你先来什么 女妃娘 你听见了吗 滚 你给我滚 那奴婢先退下了 你慢慢生 慢慢生啊 那这干什么 把它给我换出去 慢慢生 主 主 主 您可出来了 您快请吧 静庄公公 还在这儿换着呢 您慢慢等着吧 这里头啊 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 我先走了 行 你 你 快快快 快了快了 娘娘 娘娘 您再憋口气 坚持一下啊 静庄公公 您都等了一宿了 您要不歇会儿啊 您喝点茶也行 静庄公公 别儿急 坚持一下啊 娘娘 快了快了 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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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日的指望落地了 莫莫 杀个吗 杀个吗 累死我了 忙活了一天一夜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了 结果还是个公主 公主啊 公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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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平安生下来 娘娘大红止住了吗 总算勉强止住了 可令妃娘娘也伤了身子 怎么就伤了身子呢 令妃娘娘 应这场大红出得不轻 公体受损 恐怕两年内不能再遇洗了 否则勉强生育 孩子也会因体弱而难保啊 先不管什么两年后了 先保住眼下再说吧 嬷嬷您快进去了 辛苦了 好好好 好好照顾令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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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也好 公主也好 卓儿 喝一口吧 再来一口 卓儿 七公主来了 快 慢点 您瞧 多可爱啊 本宫和皇上都叛得是个皇子 若是皇子 就能保住本宫 可偏偏是个没有的公主 都保不了本宫啊 您别这样 您刚出完大红身子虚 经不起伤心呢 卓儿 公主也挺好呀 你说皇上有七公主 前途皇上的公主 腰折的腰折 出嫁的出嫁 皇上肯定会喜欢我们公主的 皇上 皇上知道了吗 静钟公公已经报喜去了 这算什么喜呀 生了个公主 皇上不在意 皇后 就会立刻要了本宫的性命 皇上 皇后娘娘 颖妃娘娘 令妃娘娘生了位公主 是个公主 平安吧 回皇上 令妃娘娘出了大红 但是最后成功皇上必有 母女平安 七公主平安就好 皇上 七公主长得可爱极了 一双大眼睛像极了皇上呢 皇上可要去瞧瞧了 朕就不去永寿宫了 颖妃啊 朕知道六公主没了之后 你一直伤心 朕把七公主交由你养育 朕得空会多去瞧瞧七公主的 臣妾 皇上知道 臣妾一直不喜欢令妃 况且我与她同在妃位 按照规矩 臣妾能抚养她的孩子吗 李渔啊 传臣旨意令妃耻夺封号 将为答应 喳 颖妃 你养答应的孩子也没什么不妥 皇后 你以为如何 颖妃可以养育七公主 自然是好事 皇上 魏阳氏害死永锦之势 臣妾始终不相信是她一人所谓 如今魏答应也生产了 臣妾还恳请皇上允准臣妾 继续调查此事 好 无论如何 七公主 先交由尹妃养育 等到皇后查明此事 朕再发了魏答应 臣妾谢皇上 朱儿 您看哪 这小衣服多可爱呀 七公主穿上一定好看 朱儿 这件衣服 还是庆贵人给公主做的呢 这孩子怎么总是哭啊 皇上口欲 给令妃娘娘请安 李公公 是皇上想见公主了吗 皇上是惦记着公主呢 但想着令主还在月子中 亲自照顾不便 所以特命奴才 把公主带了去 公主刚落地不久 就要送去协方殿了吗 这公主还小 离不开额娘 还请公公 禀报皇上 能否再管些几日 皇上疼爱公主 舍不得送去协方殿养育 打算给公主 找个身份尊贵的嫔妃 作为养母 颖妃 膝下无子 出身高贵 抚养七公主 再合适不过了 永妃和我们主同是非位 永妃怎么可以养我们主的孩子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您了 您现在已经不是非位了 皇上有旨 令妃齿夺封号 将为答应 按照规矩 您身边只能留一个太监 两个宫女 其他的人 通通都得带走 我刚为皇上生下公主 皇上不能这么绝情啊 皇上没让您 跟着卫夫人一起去了 就是无比宽人了 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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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 怎么就成了旁人的女儿了 这不成啊 还请您 帮我求求皇上 应非与我不母 怎么会 照顾好我的孩子呢 还是怕公主 留在我这儿吧 皇上 倒是想把公主 送去别的位分更高的娘娘们呢 可是有几个与您和睦呢 皇上顾虑着七公主的前程 选了颖妃 您若觉得不成 奴才这就去回话 您就静听皇上的处置了 李公公 真的没有庞的法子了吗 没了 奴才这就带七公主 去楚秀宫 跟我走 不 不 主 主 魏答应 您先好好当着答应吧 还能好好坐月子 养养身子 等皇后娘娘查清楚 十三个被害的事 您就有着陆了 走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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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olduğunu